新竹市任何推出 賺新免費的觀光巴士 只要出自觀光巴士的相關文宣品 就可以把它九折 據說每一個新竹人的童年回憶裡都有它 蠻多人都會來這裡拍照 我也是第一次來 它是一個日式建築的外觀 但它裡面是陽室的客廳 據說這裡的老闆娘是越南河內人 所以就可以吃到道地的口味 有看到門口熱歌排隊的人 瞧嗎 後面這一家就是來新竹必喝的飲料店 河堤上的貓 嗨 我是Haven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消息 新竹市政府推出最新免費的觀光巴士 不用選擇就是讚 所以我今天呢 就是要來搭乘這個觀光巴士 免費玩新竹市區一日遊 我現在仍是在新竹轉運站這裡等車 等一下車子就會來這裡接我們出發 現在有九個站點 它是每隔六日都會有這個觀光巴士 而且每二十分鐘就會有一班車 重點是收費 免費 車車來了 它是這種中型小巴 在每個座位的前面都會放他們的DM 還有集張卡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只要完成集張活動 就可以兌換精美豪力 而且現在啊 有高達三十幾間的合作店家 只要拿這個集張卡去店家那邊 都可以享有不一樣的優惠 我們現在出發了 因為它基本上都是繞著這個新竹市區這樣一圈 但我覺得新竹市區有的景點它幾乎都包含了啦 算是很不錯 而且DM上面 官網上面都有寫的很仔細 你就可以看你想去哪裡在哪裡下車這樣 都城隍沒有到了 要到站的時候實際會廣播還不錯 因為我剛才想說 完蛋了我外地人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現在到哪裡 所以我要去的是市政府站 下一站下車 我剛剛從新竹轉運站 達到現在這裡是市政府站 因為早上都現在都還沒有吃飯 所以我現在要先去一間食品行 據說每一個新竹人的童年回憶裡都有它喔 到了美乃斯食品行 他們除了麵包以外 烤雞腿也很有 甚至還有被麵包單位的滷味行支撐 我們就什麼都買來吃看看 他們麵包的選擇蠻多的喔 旁邊有一些糕餅類 還有蛋糕 然後走到這裡面就是滷味了 價格都寫在牆壁上 這個蛋黃肉包也是他們的招牌 全一個鮮奶油波羅 哇 這分起來超好吃 這真的超多蛋黃 其他滷味也是直接放在這上面 好 謝謝 好 謝謝 哇 它雞腿超大一根 我怎麼可以沒有看到小可愛杏鮑菇啊 那這個滷味好了喔 好 謝謝 謝謝 只要出自公公巴士的相關文宣品 就可以打九折耶 很讚 然後這邊也有店家的幾張活動 要記得來蓋一下 我們才會不會去外面吃 開吃 我要先吃我最喜歡的杏鮑菇 很美味耶 它杏鮑菇很多汁 可是它外層有那個滷味的甜甜的感覺 而且他們滷味的味道滿讚的 來吃看看烤雞腿 皮好吃耶 肉也很嫩 不會乾 它蛋白的部分滷得有一點QQ彈彈 但是蛋黃就還是這樣 乾乾的 我不喜歡的乾蛋黃 我剛剛總共是買一隻烤雞腿 兩根杏鮑菇 一顆乳蛋跟一個菠蘿麵包 然後可以打九折嘛 總共是153 來麵包店怎麼可以不吃麵包 我就還是買了一個菠蘿 它有奶油跟奶酥兩種內餡可以選 就是古早味麵包大家知道了 但是我覺得它算滿好吃 因為它菠蘿的地方非常的酥脆 中間有塗一層薄薄的鹹奶油 滿好吃的 因為吃到內餡之後就會鹹鹹甜甜的 我剛剛又去買了七根 其實我本來是想說 再買五根好了 然後我夾完之後 多一根好了 再夾完之後 多一根好了 所以我最後就買了七根 我後面這裡是聖母無殿聖心主教座堂 它建立於1957年 因為它位在北大陸上 所以又被稱為北大教堂 其實它的外觀我覺得有一點童趣風格 當然正確一點來說是 這是歌德式建築 可以看到它有兩個尖塔 可以看到它有兩個尖塔 而且在正面這樣往內看 它有三個尖尖的窗戶 又被稱為三尖窗 滿多人都會來這裡拍照 我也是第一次來 跟他拍個照 好 我現在走到旁邊的新竹長河宮 這也是新竹的三大廟之一 因為它位在北門之外 所以又被稱為外媽祖廟 用來區分城內的內媽祖廟 這邊除了是新竹的三大廟之一 還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事情 你們有發現嗎 它是雙宮奇景耶 這在台灣的寺廟發展史上 算是非常特別的喔 台灣宗教一百景 看完這裡也太累了吧 它上面有中文好嗎 這也是台灣的100個指標性宗教景觀耶 這感覺就是外國人來 都會特地來看的那一種 因為真的很有特色 我們現在來蓋景點章 蓋得超級漂亮 這裡面除了殘拜以外 在三樓還有一個文物館 有一些很特別的白牛文物 我們也去看看 現在要走回去站牌 我們繼續去搭觀光巴士 到下一站玩 我現在在東門國小站下車 我們先去現在新竹市景淳 面積最大 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官社 後面這裡就是 新竹州景物部部長官社 它是興建於日治時期 完工到現在已經超過一個世紀囉 我們進去裡面看看 這裡有著日式建物的外觀 外面還有一個合適庭院 地上還是石頭的那一種 非常的日本味 現在這裡好像有開放餐觀 而且同時它也是一間餐廳 132涼倉 那我們今天沒有要吃了 我們進去走一走 一進來它就寫槍櫃耶 有面貨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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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耶 它裡面是洋室的客廳 算是少見的和洋病治建築 剛剛工作人員跟我說 旁邊有一間可以走進去 有個榻榻米的空間可以拍照 我們去找看看 在它旁邊這裡有一間 嗯 在它旁邊這裡有一間 可以入內參觀的空間 這裡要脫血些 感覺他們以前是在這裡開會 警察們就會坐在這裡 然後我就是 警察總長 突然不知道要罵什麼 哇這裡看出去的景色好漂亮喔 我們現在繼續在這一站玩 走去旁邊有一間 越南法國麵包專賣店 不用走很久 都大概四五分鐘的距離而已 喔這裡也蠻漂亮的耶 好多魚啊 我看一下這裡叫什麼名字 富城河清水公園 也算是這裡的一個景點 所以大家也都可以來這裡走一走 到了 卡卡 我都會這樣唸耶 因為它上面有一撇一撇 感覺是越南文 只是我跟Google上面就是這樣寫 它沒有內用 我們進去再吃 來看一下它的菜單 它的法國麵包就是 有一般傳統的這種 還有最近新推出的軟化麵包 飲品的話有一個讚的是 檸檬茶跟野奶咖啡冰沙 據說這裡的老闆娘是 越南河內人 所以就可以吃到道地的口味 解完這樣就可以來蓋章 它的店家章 對啦 很可愛吧 它的椅子上還有這個麵包 我剛剛去拍它的製作過程 它們不管是前面的製作 或是後面這裡做麵包的地方 都是玻璃、廚窗 就可以讓我們看到它們製作的過程 算是蠻安心透明的 你看我超快就擠滿這五個章了 不過我等一下還有其他地方要去 等我們全部玩完之後再去兌換 要去新竹市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這個活動是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10月31日都有 它沒有料為什麼給我出吸管 就是它那個檸檬有一點色色的感覺 可是又不會讓你不喜歡喔 它就是沒有那麼甜 然後又有那個檸檬皮的清香 它的皮超脆的 它裡面好像有那種類似 泰式酸辣醬的辣椒醬 整體來說算是蠻清爽的麵包 我覺得蠻好吃的 現在這裡是東區公園裡面的孔廟 它出建於1817年 於1958年的時候 搬錢來這裡已經是新竹市的歷史建築囉 而且其實這附近有很多景點 除了孔廟以外旁邊也有公園有市集 還有動物園 光是這一區就可以繞很久了 走繼續 孔廟在建造的時候是屬於官廟 所以它的廟門上面就不是繪製門神 是以門町來做裝飾 後面這裡就是層級最高的建築大城殿 祭祀孔子的地方 那我的前面這裡是大門 可是它每年只有在孔子的誕辰 也就是9月28號那一天才會開啟 9月28那一天啊 這邊也會舉辦典禮 而民眾如果來管理 就可以獲得智慧筆 就是有勉勵勤學的意涵 這邊當然也有觀光巴士的印章 它是位在大城殿裡面 不過因為我的章已經積滿 所以我就沒有蓋 如果大家有來的話 要記得來蓋章喔 有看到門口有這個排隊的人 後面這一家就是來新竹必喝的飲料店 河堤上的貓 我們協去排隊 店裡面也有輸自己的文創小物 因為它們就是跟貓咪有關 這裡也有貓 這裡也有貓 然後這邊有這一次的集張活動 它這邊的飲料真的很有特色 有很多是用貓咪的叫聲去命名的 像是咪咕嚕嚕啊 還有咪嚕咪嚕 但那個就是我們唸出來完全不知道 它是在喝什麼 另外還有一個特色是小方塊 就是他們把珍珠做成方形的 這個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拿到我的飲料了 他們杯子也是有貓咪耶 好可愛喔 大概是等15分鐘可以點餐 那點完餐又再等15分鐘才可以拿到飲料 所以應該要預留30-40分鐘會比較保險 我們現在要先來喝這個米咕嚕嚕 我覺得簡單講它就是 古早味奶精版的珍珠奶茶再加上綠豆 好像沒有喝過珍珠加綠豆這個組合 而且它是有大珍珠跟小珍珠 與絕控會很愛 我覺得它的珍珠是非常有嚼勁的那一種 就是Q中又帶一點硬 然後我這個50塊就是奶精 就是你想要再換成鮮奶也可以 就是再加10塊 我買了另外一杯是玉和冰茶 因為他們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小方塊 其實最多人推的是小方塊綠奶茶 但是因為我看到那個玉和冰茶 我就很想喝 而且它裡面有加小方塊 所以我就想說那就點這個就好 清爽的荔枝冰茶 裡面加小方塊然後還有加椰果 所以他們的料好像都很多元耶 咬起來口感很豐富 我覺得小方塊好像是比一般的珍珠再硬一點點 吃起來有一點像粉餃 真的是很有自己特色的飲料店啦 喔 而且我剛剛點餐之後 發現他們還有一大特色 就是真的很有人情味 我第一次去點飲料 然後那個老闆娘還會關心我說 喔 外面人很多出去要小心喔 請問您要點什麼 我會有點嚇到 完了一整天 最後我們回到新竹車站的旅遊服務中心 我們去兌換禮物 你好 我想要換這個集章卡的禮物 給工作人員集章卡 然後再完成這個問卷就可以了 好 謝謝 謝謝你參加這個活動 謝謝 謝謝 拿到禮物呢 是一個隨行扇 上面還有新竹的吉祥物耶 好可愛喔 不過很涼耶 這樣我以後拍攝的時候就可以用了 今年利用觀光巴士 玩了新竹市區一整天 我覺得真的很方便 而且免費就是讚啊 我去了很多我沒有去過的景點 也吃了很多特色美食 真的推薦大家可以多利用這個巴士 它現在是每週六日行駛 早上九點到下午六點都有 二十分鐘一翻 我覺得還算快 站點也很多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相關資訊 你可以搜尋 新竹觀光巴士旧城巡禮線 到他們的活動官網去查詢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看完要記得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也要追蹤我的IG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